在最新一期的《我家那闺女》里 焦俊燕邀请到了加油儿女 饰演养子爸爸的高亚琳老师做客 焦俊燕向高老师诉说自己的想法 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 高老师直言告诉他 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什么意思啊 焦俊燕跟我们的反应是一样的 一开始完全没听懂 但是高老师一解释瞬间泪目 父母在 比如说你今年三十 你不会结婚 哪怕你六十也不会想 因为有一堵墙挡在那儿 你看不到死神 父母一眉 你直面死神 你开始能够清晰地看到 你人生的尽头 为什么老人会喜欢催你 唠唠叨叨的 因为他们看到了死神 所以他们想完成那些 没完成的 这段话一出来 在场的年轻人 都一致陷入到了沉思 在场的爸爸们 都一致表示 说得很对 其中 袁珊珊爸爸表示深有体会 父母 没有去世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个压力 当我看到我的父亲 去世的时候 我在想 我很快 也要走这步路了 你亲眼看到 你父母老去的那一刻 那个心情 是不一样的 没有看到的时候 好像无所谓 这段话听完 让人心头一颤 不尽泪目 什么是真正的成熟 就是当你 睡醒一觉 发现人生的战场上 一轮机关枪 扫尽之后 那些曾经挡在你面前 大厦一般存在的长辈 一个个倒下去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选择 只能硬着头皮 这个时候 你已然站在了 队列的第一排 忽然发觉 时间飞快 这辈子匆匆就到了头 真的硬了那句话 父母在 人生极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我想起一个故事 古代有个叫韩伯玉的 每次犯错 他母亲都会很严厉地 教训他 甚至打他 当他长大成人之后 每次犯错 父母还是会一样地 中气十足地教训他 直到有一次 母亲教训他的时候 他突然放声大哭 母亲很惊讶 几十年来 打他从未哭过 为什么要哭 韩伯玉说 从小到大 母亲打我 我都觉得很痛 但是今天 母亲打我 我感觉不到痛了 我想视母亲的身体 越来越虚弱 我能陪伴母亲的时间 越来越短了 是啊 当大多数人 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父母已经老了 甚至不再老 就像 六十三岁的 飞玉青 宣布退出娱乐圈的时候 引起了一片哗然 但了解背后真相的人们 却留下了 久久一片沉默 他在心里坦诚地诉说 这么多年来 为了达到 更高的境界 我一直快步向前 却也忽略了 欣赏沿途的风景 当父母亲都去世之后 我顿失了人生的归属 没有了他们的关注与分享 绚丽的舞台 让我感到更加孤独 掌声也填补不了我的失落 走到任何演出的地点 都让我触景伤情 一封亲笔信 聊聊数字 不舍得的 不是舞台 而是永远难以再见的双亲 遗憾的 不是鲜花掌声 而是 永远无法拥抱的父母 都说 时代变了 我们年轻人 有太多的计划要完成 有太多的梦想要实现 北漂 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我们不回家的底气 不是因为没有家 恰恰是因为 我们的家一直在那 远方的父母守候着他 但是 有没有认真地想过 我们 到底还能陪父母 多久呢 看过一本书叫 父母离去前 你要做的 五十五件事的书 我当时在书店 注意到这本书的时候 正是因为 这个残酷的书名 我依旧清晰地记得 这本书的封面上 印着一个公式 假使你父母 现在六十岁 余下的寿命是二十年 你没有跟父母同住 你每年见到父母的天数 大概是六天 每天 相处的时间 大概十一小时 那么 你和父母可以相处的日子 只剩二十年 乘于六天 乘于十一小时 等于一千三百二十小时 也就是说 你和父母相处的日子 只剩下 五十五天 想不到吧 总以为自己还年轻 其实几十年 眨眼就过去了 直到有一天 父母突然辞世 我们才意识到 自己居然 一件 也没有做过 马薇薇 曾经在奇葩说里 一番话弄哭了 在场所有人 同时也弄哭了自己 父母供你读书 上大学 买房买车 帮你带孩子 想过没有 你们首付哪来的 想过没有 你们月宫 怎么那么轻松 当你把爸妈送进 养老院之后 你的家里 不会再有吵架 你的中晚年生活 会很幸福 你会过上 很平顺的几十年 周末 去看看父母就行了 但是 当有一天 他们不在了 你想去看他 他不在了 一个周末的晚上 你奇怪性地开车 到那家养老院 没了 你会怨恨自己 一件事 我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会因为 一些琐事 就离开他了呢 我想 作为儿女 最大的懂事 应该是 理解父母的懂事 你要开始像他们爱你一样 去爱他们了 写到最后 突然觉得好难过 人生如此短暂 过一天少一天 见一面少一面 有时候 一个转身就是永远 想象我们这一生里 遇到的千万种爱丽 父母之爱 可能是被迫 排在了最末尾 却也是最牢固的存在 我们的父母 可能不完美 但你永远不知道 他们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为你做了多少事 正如柳言所说 如果亲人健在 有什么都给他们吧 我不想让他们觉得 他们不配拥有这一切 父母老了 你要开始像他们爱你一样 去爱着他们 你 不要忘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